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505集 林飞看到浓黑与纯白之间 一道巨大的漩涡流转 从墓穴中绝来的生机 如长河灌日般流淌下来 没入眼前的这片天地 小心地越过那道漩涡 林飞与李关瑜一起落到了地面 入目所见 浓绿淡脆 叉子烟红 勃勃生机无限 林飞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充沛精纯的灵气席卷而来 极快地填充了他干涸的真元 比龙骨界的灵气都要精纯数倍 浓郁到几乎要凝聚成水气 天上地下两片世界 直到体内的真元再次填满 林飞才再次抬头 打量起他们所在的这片天地 宫殿矗立在天地之间 巍峨高大 直指苍穹的气势显露无遗 也直到这个时候 林飞才发现 与其说这是一座宫殿 不如说这是一座陵墓 以这片陵墓为中心 葱脆的森林朝四下扑升开去 青草遍地百花齐站 青香扑鼻鸟与悦耳 清澈见底的溪水 潺潺流动 薄雾一般的灵气 飘在空中 而且越来越浓 这片天地 根本不似人间所有 近乎仙境 林飞与李关于震惊当场 他们原以为自己落下之后 会遇到修罗地狱一般的景象 甚至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却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 林飞抬头看去 那道白色的漩涡 引在天幕之上 若隐若现 而如长河一般汹涌的生机 风了一样落下 滋润这片天地的每一寸 整片世界变得越发鲜活多彩 他瞬间明白过来 四绝之地扑身在峡谷之下 并非只是为了断绝外人进入此处 更因为要将墓穴外的一切生机 吸收殆尽 反补这片天地 林飞回想自己进入这片墓穴之后的所见所闻 一个更加可怕的想法在心中升起 一旦外面的生机断绝 那这片天地鲜活气息 也将达到一个顶点 这样的大手笔 只可能是青龙王轻植所为 所以 是不是就说明 这片墓穴覆灭之际 便是青龙王轻植 复生之时 若真是这样 数以万计的生灵 都将成为青植复生的牺牲品 那些闯入墓穴 一心以为自己寻到宝贝的修士们 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 从他们踏入这片墓穴的时候 就注定了死亡 林师弟 李关瑜眉头紧皱 一脸的凝重 他转过身 刚要对林飞说什么 面色一变 忽然挥手 黑白两色的光芒 如长边般 急射而出 擦着林飞的耳朵而去 光芒锋利惊人 带着破空的尖笑之声 与浓浓的杀气 林飞双目一鳞 那一瞬间 他甚至以为 李关瑜要对自己出手了 但随即就意识到了不对 等黑白两色滑光 掠过自己身边的时候 便骤然转身 雷欲渐起疏忽而出 一声闷雷乍响 紫色的雷霆 骤然间从空落下 伴随着雷霆霹雳的声音 在林飞身后不足十丈处 一片惨烈的哀号 变光之中 箭已坑然 将十数头看不清 原本模样的青色怪物笼罩 然后猛然一脚 轻雾散开 那些怪物便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 当这十数头怪物 被箭已消灭的瞬间 在他们的身后 突然之间 沉烟四起 力吼连连 大地都震颤了起来 仿佛有万马千军冲杀而至 那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妖物 吞吐毒物的石人花 遍体鳞甲的毒蛇 似一火鸟 狂吼不绝的凶兽 妖物的种类 不一而足 但无一例外的是 它们的身上 一片青色的光芒 各个面容猙獰 凶利之气冲天 看上去诡异骇人 而且攻击之时 使出的力量 比它们本身修为 更为强悍 太乙剑气化身为长龙 护住临飞周身 昔日剑气横掠长空 赤红的剑王 似海巢般斩出 瞬间碾灭数十头妖物 然后随着一声长鸣响起 三族金屋振翅而出 焰火腾空 飞掠之下 瞬间将上百妖物席选 浓烈的火焰中 清光不断消弭 妖兽尽数化作飞灰 六道剑气被全部寄出 灵力的光芒铺满四周 那些鬼物好像斩杀不绝 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灵飞的剑王锋利 却也阻挡不了 这千万头发了风势的妖兽 就在他考虑撤走的时候 一片比烯热剑气 更为耀目的光芒 突然从身后展开 哼 一群畜生 也敢这样张狂 李冠宇冷笑 突然腾空 双臂从身前张开 刺目的白光 轰然泄出 宛如万千白脸扑身 带着比剑光 更为锋锐凶利的杀鸡 扑身而去 眨眼间 便横掠万丈之遥 将汹涌而来的妖物们 尽数包裹 就在白色光芒笼罩四叶之时 无数纵横交错的黑色滑光 陡然而起 迅猛惊人 杀意无限 就像棋盘上的线条 突然间自己动了起来 甩向四方 击破长空 碎裂一切 所过之处 万物消亡 林林杀意 冲天直上 林菲力在李冠宇身后 抬眸看去 冲杀而至的千万头妖物 几乎在瞬息之间 化作了一片积粉 白色的滑光之中 数不清的浓黑线条流转 灵力骇人 如长边席卷 却又笔直如箭 锋利刺刀 将虚空割裂 林木叫碎 然后缓缓归于平静 重新融入白光之内 北境传言 李冠宇出生之时 周深黑白光影交替 后来 他利用那片光影 炼化出阴阳局 若非亲眼所见 林菲也不会相信 这位李师兄 根本没有炼化那片光影 而是将出生之时的意象 纳入了金丹之内 化作了一缕道义 这样一来 阴阳光影随心 无可束缚 如此天才的作为 放眼北境 也甚少有人能够做到 林菲召回六道剑气 护住自己 与李冠宇的同时 心中也满是感叹 若非四绝之地被破 墓穴中的一切 都将被无底深渊吞噬 他与李冠宇之间 必有一战 而李冠宇战里惊人 又有这样的绝杀手段 那九道青龙盾 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还真不好说 万千妖物 被瞬息斩杀 灵力的杀意 还弥漫空中 以林菲与李冠宇 为中心的万丈地方 皆是一片狼藉 但更远处 却是青山绿水无忧 鸟语花香阵阵 根本不受干扰 看起来相当诡异 妖物被清除之后 林菲与李冠宇 不仅没有放松 反而愈发警惕 四面八方涌来 无数兄弟之气 比那些妖物 更为强悍惊人 没过多久 清光如潮水一般 覆盖了过来 速度极快 几乎在眨眼间 便来到了眼前 这一次不再是妖物 而是近千名修士 他们全身披肤 青色的光芒 无比刺目 看起来极为诡异 仿佛披着一层 青色的盔甲 他们面色猙獰 大睁的双目中 一片淋淋沙意 还未曾近身 那古带着浓郁血腥味的 凶悍之气 便已然扑了过来 裴长老 林飞周身见盲环绕 他看着冲过来的一个人 先是一愣 然后疏得皱起了眉头 那人赫然便是 金海阁的长老 裴南 而在他的身边 是万岳宗 与九华派的几个长老 他们遍体清光 已经感受不到 一丝活着的气息 张开的嘴巴中 发出嘶嘶声响 更令林飞心惊的是 这些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已经直逼金丹六转的宗师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写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